大家先认识我的歌 人真的不重要 人真的不重要 喜欢歌就好了 那其实我知道刚刚也结束一个 跟这个国际大师西多郎的一个合作 就是去他的音乐会上 感觉什么不一样 去年其实也做过 对 去年是在东京 然后今年其实就 大概两个星期以前吧 在新加坡 这两次场地的大小还蛮不一样的 新加坡的那边场地会大很多 然后深场环境也不一样 所以两次唱 然后他把编曲也改了一点点 然后换了个吉他手 他的solo的部分也不一样 所以两次唱的感觉差别还蛮大的 但是每一次都非常 我觉得非常享受 因为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自然 包括音乐的过度 每一个乐手的配合 都让我觉得 我觉得很舒服 所以唱起来的时候 你就会全心全意的 就注意到自己的 唱歌的表现就好 其实老马师也会说 会想要帮你写歌 这个后面看机会 因为我觉得他现在 虽然这样讲 但是他的巡演还没有结束 可能要等他有时间 然后再去酝酿灵感 我觉得音乐一定要酝酿 合作这么长时间下来 觉得两个人的默契应该是越来越多了吧 还好 因为特别是有了上一次在东京的经过之后 这一次在现场的排练就走了两遍 然后就是适应一下新的吉他手的 那个solo的那个情绪 找地方 还好没有太大的改动 就这样都挺好的 挺顺利的 你会比较钟情与他人那些方面的作品吗 怎么讲 其实我可能听这一方面的 以前比较少 但是我是在现场听 就是因为我在后台的时候 也会听着他前面一开始到最后的音乐 对对对 我就会觉得那个情绪 是在现场那个音乐带给人的情绪 虽然没有词 但你完全能通过旋律感觉到他要表达的那一种情绪 其实在就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就是我们也打电话 你去了美国做那个 国家你讲那个红毯 就你也去了 然后我们当时打电话给你 你当时觉得特别特别激动 是下午吗 对就是那次 那我觉得应该不会 因为我这下午我是有跟你们讲吗 我正在时差 我说我现在都在用头撞闷了 对 后来有时候就是 就是不是那个颁奖联礼已经完了吗 然后后来我们打电话 是结束之后 那个时候我是清醒的 清醒的 那时候我应该已经在那个之后的一个party上面了 对那时候已经开始嗨了吗 对那个时候就是看 他们其实虽然是一个之后的party 但是还是有很多非常好的艺人在那边演出 我觉得你们打电话的时候 好像正是Nio在唱歌 所以我一直站在门口遥望 一边跟你们讲一边看里面 然后就是走格兰美红坛 觉得跟国内的红坛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也没有特别不一样 这就是流程倒过来 国内是先走过去拍照 然后走到镜头媒体采访 这边是先把所有媒体采访做完了过去拍照 那你会觉得紧张吗 作为华人歌手 我很庆幸那个时候我有时差 所以我没有那么紧张 就是头脑就是 一点点 还是会紧张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那时候有点懵 所以还好 那个时候有这样的情绪 看来是好事情 有点懵 对 其实就是大家就是对你很多关注 就觉得好像就是给大家的那种感觉 这种行进的这种历程感觉 好像离国际化越来越近 自己但是自己也说过很多次 其实我的非常重心是在国内 其实国际化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坏事情 我知道它不是坏事情 我会觉得像欧美的音乐 有非常多大家可以学的东西 可以欣赏的地方 但是也没有没有高到天堂那里去 对像大家看到Grammy 我们在现场看的时候 其实更最最最重要的 还是艺人在现场的表现 会觉得打动你震撼你 这个过程是音乐很真实的带给你的震撼 而不是格莱美这三个字带给你的那一种 好像是威望之类的 有没有 对我会觉得能够登上那个舞台的所有的艺人 他们都是就是靠音乐本身的能力走上去 你只需要欣赏他们的音乐 而没有必要去崇拜这一个三个字 其实就是除了这个自己说这个国旧号也好 或者说重心在这个内地也好 国内市场也好 其实最重要就是这个音乐本身 对因为其实东西方音乐 可能因为语言的关系 因为中文四声嘛 然后就是跟英文其实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用同样的一个标准去衡量 只要你也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有新的东西 让大家觉得为之一量 并且是一个不仅仅是为眼球的一个为之一量 是有实在的内容的东西的话 那就是值得被肯定的 而且像欧美音乐它的起步特别早 中国是直接从样板戏跨越到了 流行过去 跨越到了西北风 然后再是接受港台音乐 然后日韩音乐 最后再跳到欧美 你要知道欧美几十年前的时候 人家的音乐它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类型也非常多 其实发展已经很快了 没有必要要求一步登天 但是只是只要保证一直在进步就好 就当别人一直在追问你的国家问题上 你会觉得反感吗 困扰 也不会啊 艺人 这个工作流程不就这样吗 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内容 每天这样 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在看你的每一个问题 可能每次看到的人不一样 以前我也想不通这个问题 我曾经做过一个特别愚蠢的事情 我现在想起来都很后悔 然后后来理解就是 就做 我说所有的人做群访嘛 就反正问的问题都一样 何必要一个一个做呢 那不是很没有效率吗 所以到做到后面 然后公司讲 你要表示对每一个媒体的尊重 好 然后我就一直做一直做 到后面我实在被一个问题问反 第三行自己看 我就一下子忍不住就有情绪上来 为什么一定要就是这样重复重复又重复 后来大家讲说 你看其实不同的媒体 它的媒体也有它自己的手中范围 它的角度不一样 对 那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 你现在说了一遍 可能大家这个内容都一样的 或者有重复关注的 它没有没有什么 你就讲 同样的话讲两遍 你可能有些词也会用的不一样 行吧 那现在算是这种正面 自己专辑一样 或者也想要改变自己状态的感觉一样 想要去慢慢地去说 我要主动出击了吗 我觉得这是我想要改变的 但是我也尽量地 不希望自己一句话重复太多太多遍 我真的会影响到我自己的情绪 所以我也有跟公司讲说 这一章我要宣传 但是我尽量地希望以唱歌的形式 因为宣传新专辑 我没有办法 我最怕人家跟我讲说 亮衣你介绍一下 你这样新专辑 我怎么讲 我给你讲曲风 我给你讲编曲 讲作词作曲子 这个过程 其实没有太多实质性的东西 也没有什么太多 如果我能唱给你听 你自己能感受到这首歌 是你喜欢的 你不喜欢的 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 没有那么复杂的过程 有什么好复杂的 是要一样的 就能够